音乐 未来想要转去一般职场工作 我所谓一些基本的电脑能力 所以我想要做一些行政类工作 听起来很单纯的梦想 却是身心障碍青年最深切的愿望 有条不问处理工作的阿明 在创意应务设计庇护工厂 已累积三年的经验 成立八年的创意应务设计 目前有六位庇护性员工 带领这群青年的是厂长林汉强 除了传授青年们印刷的各项技能 他再三强调工作态度更是重要 很多的孩子是第一次进入职场 他在职场上面的体验不过 就像上下班的态度 对于工作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训练的主要目的 因为我是本身是一个企业主 我知道我想用什么人 那企业主最主要的 你学习慢一点不要紧 不过你对于态度 企业主其实绝大部分都很重视 因为你学得慢不要紧 你的态度好 那很多企业主还是愿意给你机会的 厂长之外 第一线协助的救服员 在现场随时掌握庇护员工的工作状况 深入观察 不管是接待来客 操作电脑 或者守折信封 青年们看来再熟悉不过 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 回归一般职场 是林汉强坚信的理念 因为我们觉得 要解决这些孩子最终的问题 其实就是帮他们回到一般职场 回到一般职场以后 他可以自力更生 他根本不必再靠人家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你说他有障碍 其实障碍无碍 所以对我们社会来讲 其实就真正的解决了 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我很喜欢 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怎么说呢 因为这份工作可以让我学习 不少一技之长 我也可以学习独立作业 也可以跟客人互动 也能跟同事打成一片 目标很明确 不过要让身心障碍青年 与一般职场接轨 并不是那么容易 庇护员工们 必须比一般人付出更多心力 才能融入环境与提升职能 其实你会发现 有的孩子进来 他是类似 根本不跟你沟通 那经过一两年以后 他渐渐的熟悉这边的环境 然后愿意踏出去 踏出去以后 他学习的速度就会加快 所以这有的孩子在这边 甚至五六年才出去 不过就是说 他回到一般职场以后 在那个环境 他已经成长了 其实我们厂内 也有几个例子就是这样 他在这边 甚至五年六年 他才回到一般职场 不过他现在过得很好 因为他终于 经过这五六年的洗礼 他回到了 他找到了他自己 他甚至常常回来说 分享给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 我可以 你们为什么不可以 来到创意的青年们 虽然各有先天上的不足 但他们都愿意勇敢走出来 发现生命不一样的价值 在庇护工厂学习与工作的经历 将成为日后就业的养分 八年以来 创意已转介六位庇护员工 至一般职场工作 身心障碍青年下的梦想订单 还会持续实践